兄弟们看几个晶片网哈 这是两指松 第二号都高度5米8 全网的重量啊 9.8斤 60个兜 用着4公分的人工杂坠子哈 都够原刺线 上0.28线 下0.30线 这个是22套的 就差不多松 减两指的哈 上边松 下边紧 0.28线号 下边是 上边0.26 下边0.28 60个兜 全网的重量啊 9.8斤 用的是4公分的小队子 好用好杂 一开到顶哈 都是打缩于专用网哈 打缩于专用网 这是罚网网网哈 然后还有四个二手哈 处理啊 一指掉好都高度5米 全网的重量10斤 9.99 9.99成心哈 一个窟窿没有 上了同游了哈 第二个三指的 网一点 掉好都高度4米7 全网的重量9斤 半啊 这个哈 八成鲜 还有这个两指的网眼哈 两指松的网眼 第二好都高度6米7 全网的重量啊 13斤 这个是花生网 花生网哈 也是用的4公分的人工小杂坠 70个兜啊 这个这个也是比较好啊 6公分的支板 啊 网眼拉直6厘米啊 这个是两指松 第二好都 第二好都的高度啊 是5米 全网的重量啊 11.5斤 用的这个线啊 是黑田京宫啊 黑田京宫 上下三种线号 上边线号是2号线 中间2.5 下边3号啊 34个兜 用的是8公分的 坠子 哎 然后加重的哈 这个但是有一点都不是特别塞 40左右的都啊 你看一下这个网哈 看这个版型 特别漂亮哈 喜欢的可以联系主播哈 今天收到了一个包裹 是为我们户外型而做准备的 这个包裹呢 是必备的啊 也是一定要要的 这是一个 发电机 小型家用的发电机 在户外的时候啊 有时候给手机充电了点点灯了 还是挺方便的 这个发电机呢 是两充成的啊 它是烧的混合油 机油和这个汽油是一个油箱 把这些小的零配件呢 给它装起来 特别是这个手把 我觉得 出门呢 有时候隔噪音呢 这个小发电机啊 要提远一点 所以这个手把很关键 再就是这个插头 插头平时 雨水的洗礼啊 它是很严重的 所以这个插头啊 我们用的这种国标的线 接的还是很紧啊 这一次的户外型呢 是我们曾记得三年多的时间 又一次的外出 之前我们到过滕格里沙漠 也去过这个前东的苗族 洞族志祺州 去过很多一些好玩的地方啊 包括热带雨林啊 这些 主要就是这个发电机啊 小型的装备啊 我们这次准备的特别的充足 对于这次发电机的选购啊 我们也是做足了功课的 车上带的有220瓦的黄灯 灯泡 两个 然后 还有我们的手机充电呢 家用的一个小电饭锅呀 这个问题应该还是不是很大 不过还是主要在于测试啊 今天呢 我们就把这个 两个灯泡啊 拿过来测试测试 发电机测试的灯光效果 还是特别不错的 那么本期视频就到此结束了 这次的户外呀 我们定在3月5号出发 一起期待